Hello, 大家好, 我是 PCM Lawrence 今天由我一个唱读脚戏 原因就是我刚刚前两天 都买了新的Apple M1的MacBook Air 用了几天, 为什么今天才跟大家说呢? 最主要是我上星期11日开始拍机 过了一个多两个星期 其实之前我都看了很多外国一些的Benchmark 一些分析才决定入手这一部机 我自己其实在之前都有两部MacBook 就是日常开工用 一部就15寸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一部15寸做的 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是去一些户外的工作 或者之前可能有很多机会去外国 去做外地的采访呢 那你一部轻便一些的MacBook 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就会另外有一部13寸的MacBook Pro 就是日常可能是揹着出街 又或者去公共的时候就出去用的 那一部5寸的MacBook Pro 那两部MacBook Pro 那两部MacBook Pro 都是在未转薄机款之前的 即是未转Butterfly Keyboard之前 即是未转Thunderbolt 3之前那两只机 就是原因就是参与它呢 那些Port就比较齊了 那你出街的时候 我就不一定有要带来的 所以我们整个Butterfly Keyboard 即是Thunderbolt 3那一代机 都没有升级到的 那直至到今次 那因为其实中间都隔了五年时间了 我记得那两部机都是2015年 或者2016年款的 因为我没有记错 那就时间上有一段的时间了 那变成了无论在那个性能上面 或者在那个电池的续汗力上面 都有一些老化 那所以会不会趁这次转M1的时候 换一换它呢 因为之前同事都有问我 会不会升级Big Surve的系统 那样的问题就是 那如果这部机 你有回到那麽上下的年資 那其实上Big Surve 就有少少辛苦的 上完之后 这部机是能走得明显 比之前几代的MacOS更新 今次迫上了Big Surve 如果你的旧机 你会拖慢这部机 都挺多一下的 那还有大家都知道 其实Big Surve 最主要不是在X86 是在未来的 就是Apple Silicon 就是Arm Base的一些 Cooking的编寫 那所以 其实那个系统是比较勇重的 因为它里面是 它是来自了两种Cook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 如果我想Fix Surve 就不如换一部机去吧 那这样 那就是纹身了想换机的念头 那这样 那就 其实看了一个多星期 就是很多的测试 那这样 因为我们其实就 没有第一手的机器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测试 其实大家第一件就会看到 原来它比起以前Intel的Core 无论是i3,i5 或者是MacBook 用的i7i按都要快 就是一个M1的处理 那其实对它的效果来说 其实对它的效果来说 就是了解了很多的了 就不知道它一定是快的了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相当时间 这次Apple出了三部M1的Mac机 包括Mac Mini 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那三部机怎么选择呢 因为其实三部机 如果在Apple整个Mac的阵营里面 都算是任务机来的 那当然Desktop来说 你很容易选择 就会用Mac Mini 如果你是不出街的话 那所以我就 应该就没有考虑到Mac Mini 那剩下就是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究竟怎么选择呢 如果以过去我们用Mac的经验呢 就是无论你是Thunderbolt 3的机也好 或者再之前的机也好 13寸的MacBook Air和13寸的MacBook Pro 你会选择MacBook Pro 在以前的情况 原因就是MacBook Air很多时候 就算刚刚最新的一代也好 其实它声称用i3或者i5 都是一个低电压的版本 就算你是买TopSpec的MacBook Air也好 声称i5也好 其实它会和MacBook Pro的i5 有些距离的 当然MacBook Pro的i5也有两个 譬如说今年年初出的那批2020的MacBook Air 也有8代U的入门版 和10代U的进阶版 但如果你买到进阶版 其实可能要差不多1万6千元左右 其实如果以13寸的MacBook Pro 其实如果以13寸的MacBook Pro 这个价钱是偏高的 最重要的是 13寸的MacBook Pro 你是没有GPU 就是没有一个外置GPU 但是英特l Graphics的效果 其实如果你以今时今日 那么着重GPU运算的软件的环境 英特l Graphics是比较难去制御整个系统的 其实整体的效果就变成了 就算你用到10代i5、i7都好 其实整体的效果不是真的发挥得很好的 这个也是之前没有更新的原因 直到M1 M1就会出现一些以往我们没有见过的 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可以去我的画面那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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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奇怪的现象就是 咦? 等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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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先设定了 那奇怪的现象就是 你会发现了 无论是 等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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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如果有你 这一个 其实它两个处理器都是同一粒的M1 当然这次Apple其实是做了少少手脚的 就是在这个入门版的Air里面 现在大家看到它是有白芯的选择 就是用了MacBook Air 这个是高一个規格的 9000多元的MacBook Air配512 SSD就有8核心的CPU和GPU 但是如果说是MacBook Pro 13 就是8核心CPU加8核心GPU 但是如果上去8核心的话 MacBook Air的价钱其实是贵了2000元 是9799元 就跟MacBook Pro的价钱很接近 所以如果你说我是怕不够用 譬如你想着MacBook Air 我怕8核心GPU不够 又或者是我怕256 SSD不够的时候 假设我是想升级做16核心GPU 因为这个做法 在过去我们用Intel Mac的时候 必然会做一个指定动作 就是你不会用18核心GPU 你不会用8核心GPU 去出部Mac的 你会用16核心GPU 希望部机可以耐用一些 用得久一些 或者一些比较重的软件 的时候 16核心GPU 就比较去控制得到 但是今次M1的情况 就有点不同 因为它用UMA 就是把那个记忆体 放在CPU上面的时候 其实整个记忆体的管理方式 都跟以前很不同 你会看到就是说 今次我们看到 如果很多大部分 我想有九成的日常应用 就算是8G RAM都好 其实都是控制得来的 就是不会说脱落或者疾 甚至乎你用来剪片 比如你做Final Cup 我用8G RAM 256的MacBook Air 或者MacBook Pro 剪片 和一部16G的机 完成的时间 相对 其实不会相抄好 除非你那条片 是一个很大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去看看 这个我给一个分数打开 这个就是一些外国做的测试 比如是8G RAM 或者16G RAM的比较 当你的工作去到这么极端的情况 比如现在你会看到 一个8K的RAW 转到4K的时候 就是一些比较好全程 就是过往你不会是一部 MacBook 13寸 MacBook Pro 或者MacBook Air 去做的工作 这些功能 你会是给iMac 或者是16寸的MacBook Pro 甚至乎是MacBook Pro 这些比较高端的工作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 在这些情况 8G和16G 就会有很大的分别 是的 好了 但是呢 如果我去一些 比较普通的 例如 这个也是属于比较重型的工作 来的 Light Home Classic 我也在做Light Home Classic 4200万像素的RAW export 那你就会看到 8G和16G 那个分别有在 但是不算很大的 那我会看到 那个M1的MacBook 那我会看到 这个工作 到底我会不会拿 现在卖的 就是M1的MacBook 无论MacBook Pro 或者MacBook Air 去做这些重型的工作 如果你日常 不是做那么重型的工作 或者是偶爾做 而不是经常做 其实呢 8G RAM都够了 那你就会看到 你那个SSD 你会放多少东西 那当然 那问题就是 其实这次Apple订的价钱,如果你是MacBook Air 你是256GB上512GB,其实那个价钱就是補2000元的 就不是補1500元的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的选择就是7Core GPU上512 SSD 那就補1500元 但是你補1500元就变成要PayMade,要订机 如果我买现货机的,9799就是8Core GPU加512GB的SSD 那就是補2000元,就是多了500元就买多一个GPU的Core 那你说值不值呢,就视乎你放多少东西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一个最入门的价钱 就是说的是7799这个价钱 而买到一部M1的表现机,我觉得是超值的 那究竟两只差多少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两部MacBook Air 左边那部就是今年年头出的I3, Core i3的MacBook Air 右边的就是这个现在M1的MacBook Air 那两部价钱都是7799的 当然当时价钱 那现在i3的拨跌了 那你会看到两者的效果 就相差是多少下的 在这个Single Core里面 就是1037对1713的 就是都高了大约70% 在Multi Core上的分别就更加明显 因为i3是说的是Duel Core 那就是2222 而MacBook Air M1 因为说的是一个8核的处理器 就变成了它的分别就会拉幅很多 去到7510 那在说大约7倍的分别 那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你说的是同样都是7000多元的机器 但是它的效果是多于7倍的 那如果你说性价比来说 7000多的M1的MacBook Air 是真的很值得用的 好 那这个就是CPU的效果 那刚才我说到Intel Core的GPU 是出出的事的 那多出事呢 好 好了 这个就是 都是那部 i3 就是左手边 6755 那右边就是M1的 7核心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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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如果是80深,这个是70深,如果是80深Mapbook Pro 是大约去到GeForce的1050那个级数 那就相当之高了,如果你比起一个可能你16寸Mapbook Pro 你用那个可能是AMD的GPU 其实它等于你一个16寸的Mapbook Pro是相差不远的 这个就是今次M1进步的地方 其实M1的好处都不止的,就是表现是快了 另外就是省电,为什么后来我最后都是因为价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会选择了这个Mapbook Air 那原因都是因为其实公司有一部15寸在用的 那这部真的贪心它轻便 那以来如果我买Mapbook Pro的M1 如果我买Pro,我可能会加到512的SSD 它就更多了一个风扇 就是散热会好一些 而且是预理长期的CPU在一个full loading的状态之下工作 所以它就会有个风扇去cool down整部系统的 那麦book Air 今次是做一个没有风扇的版本 那有个好处就是完全正音 是不会有声音 但是一个问题,小小问题就是 当你长时间full load的时候 它有机会因为这部机会遇到散热情况 而有少少呢 turn down了少少那个performance 那就在这些情况之下 你就会看到Mapbook Air和Mapbook Pro的分别 那问题也是 你究竟有多少时间会拿你的Mapbook 去做一个很重型的full loading工作 那如果你是经常做重型full loading工作 就引伸回去RAM的问题 那你就最好是16GB RAM 刚才你会看到16GB RAM的分别 那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考虑16GB RAM 应该就是Mapbook Pro M1 配10GB RAM 那你SSD就不会厌录的 你又会不够用 那你就用来压件 那这样的时候最少都是上512 那加起来其实这部机器就不便宜 在说1万4千多 那都贵的 因为始终大家要了解一样东西 这次Mapbook Pro 是replace了之前low end 就是八代core那一部 而不是replace了十代core那一部 就是不是replace了贵那一部 就是有四个fundable那一部 所以有机会就是说 其实下一次 现在Apple是会出这个 再厉害一点 真是真是专业一点的 或者可能是 现在传闻可能会有M1X 那样的 就是那个performance 更加好的一个 那现在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用来做 但是这种东西 我会有很多东西 那就是那么多 我认为 那是最后的东西 是最后的东西 用了大約幾天,發現什麼情況呢? 首先,這部機真的很節省電 我看看可不可以兇得翻個畫 不可以翻我的桌面 鏡像 現在看不到我正面的畫面 好了,現在看完我的畫面 首先想給大家看電池 其實呢,你現在看到我76% 這個電池我用了多久呢? 其實我是從昨天早上開工 一路充滿了之後就用電 用到現在,昨天全天開了大約九個小時左右 當然我用的時間不是說很重 總之大部分都是可能開了一個網頁 或者做一些很簡單的工作 開一個PDF這樣而已 就是不是很全力的 現在今早剛才開了來準備這個節目 開了一個多小時 電池仍然是有75%的 就是其實那個跌不是很降低的 就是不會降低的很快的 還有就是說基本上整部機 就算現在我穿著東西也好 跟室溫差不多的 部機不會說CPU的位置更高的 那我之前也試過做一些 試一下轉照片 或者壓條短片這樣 那當然很棒 很棒就是它沒有聲音 不像Intel那時候的機器 一開這個動作 或者我開個空間 開多幾個Tab 就開Turbo 嘻 就是很重的風扇 這部現在完全沒有聲音 那完全沒有聲音 譬如可能你晚上半夜做事 可能你在睡房做事 旁邊就在睡覺 可能你不要那麼吵 又或者譬如我們現在 我要進來Studio錄音 那如果我Intel機 可能我放在這裏 穿著部機有風扇 這支麥克風會收起來 那現在就很舒服了 其實對上一次Intel 出沒有聲音的 完全正音的MacBook 應該就是12寸這一部MacBook 那當時這個是一個正音版本來的 那但是正音版本呢 這個大家要印象 其實它CPU是要用到Core M3 那這個Performance就很打折扣 那變了如果你說我要Performance 又要靜 那其實用Intel就比較難去做到這件事 那這次M1就做到這件事 所以來說其實你說 這次Apple出三部Mac機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幾充滿實驗性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玩開Apple的東西都知道 他們可能在出產品的時候 第一代 無論對他們來說也好 對用戶來說也好 都是幾重實驗性的 就是好像大家記得它第一代的Apple Watch 那當時出現的時候 其實也做了很多的修正 才在S1那裡 再和S2放出來 那你那隻第一代就 S0的時候就真的零了 好像消失了在歷史裡面 那這次M1呢 其實Apple這樣擺 會試到一班Desktop用戶的 的Feedback 那如果Desktop用戶的Feedback 如果那部機 價值螢幕的彈性 其實是比你用iMac更大的 因為現在4K螢幕或者5K螢幕很普遍 你不一定要買iMac才拿到5K螢幕的解像度 另一方面 其實在市面上的螢幕 除了16比9或者16比10的比例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比例 例如21比9、32比9 那如果有些人剪片 其實他會推薦用21比9 甚至乎32比9 他可以按兩隻螢幕 那反而就是如果你買Mac mini 所以你在螢幕的選擇上面 彈性是會比你買iMac更大 所以在Desktop方面 用Mac mini來試 一來他最便宜 5千多元就買到M1的Mac mini 那我建議人買16GB RAM 加256這個選擇 原因就是因為Mac mini 你有風扇 你放在固定位置用 那你買16GB RAM 就會配合一些收入比較重的工作 Hard disk來說 256夠了 原因就是因為你放在一個固定地方 你用Funderbolt 拖外置Hard disk 無論1T、2T 你都很容易買到的 所以我會建議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是Mac mini 就是16GB RAM 加256個選擇 另外一部就是MacBook Air MacBook Air 就是試到大家一些很 以Traveling為主的用戶 它們對電腦的續航力的要求 的時候 它就會試到這一點 如果你說我要續航力 究竟M1能否做到續航力的要求 就用MacBook Air去看這個用戶的反應 好了 當一個MacBook Pro 你要比較有效的 就是MacBook Pro 它們如何用手機的時候 就可以用MacBook Pro 13去看 這個其實對Apple來說 將來計劃它的產品線 譬如它MacBook Pro的10吋會怎樣擺 iMac怎樣擺 甚至乎Mac Pro將來怎樣擺 那個參考性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Apple說過是用兩年時間 兩年時間後 應該就是有機會用這兩年時間 將全線Apple的Mac的器材 轉好用Apple Silica 當然這個時間軟件方面 也都是要轉 好了 這個就講了我為什麼選 MacBook P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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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MacBook Air的原因 實際用來講是怎樣呢 其實這次用這部機 可以去看這個鏡頭 我可以相信一下 這部機就外觀上 其實跟這個之前的一代的MacBook Air 就沒有什麼很大分別的 對 比較特別的就是 鍵盤 其實鍵盤的那些鍵位 有少許改了 譬如上面這行的功能 就會變成一個聽寫的功能 好像iPhone那樣 有聽寫的 有睡眠模式 這些就變成是縮卡 就可以擺出來的 是的 另外 就多了一個鍵 就是這個功能鍵 你會看到多了一個地球 其實那天 既早開啟的時候 有同事看到 為什麼變成一個地球 其實這個很方便 一個鍵換 換輸入法 不用縮卡 很開心 這個做法就是iPad的鍵盤 那個做法 iPad是一顆就要換的 不用那麼縮卡 根本就是iPad的那個 Smart鍵盤 這個很開心 這個可以用得 是的 這個地球就是傳輸入法的 這個加分 是的 很開心 畫面來說 這部機 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除了剛才說的風扇分別之外 另外一個分別就是畫面 畫面 MacBook Air是400Lit MacBook Pro就是500Lit 兩者有沒有分別呢 告訴你 絕對有 如果你是要撿照 又或者是你要看一些HDR的影片 如果這個影片 如果這個影片 可能是你 譬如你可能做 做Premier Pro 你做了一些HDR的輸出 你想看一些顏色 當然 500Lit都不夠的 但是 你會比較接近 去看到一些乾一些的位置 另外一件事呢 500Lit對於你 如果你是要經常出外面做事的時候 背景乾了 就是背景乾了 就會容易看一些 在日光的情況之下 你說400Lit和500Lit相差很遠 如果開盡的時候 肉眼是看得出來的 是的 但是呢 其實現在你400Lit 可能都是畫面 我看看 我先撿走 是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情況 用的時候呢 它的系統都會跟iPhone一樣的 它是預設了是磁動的光暗的 就是永遠 其實它那個亮度呢 都是在中間的 你人手按了之後呢 可能你slip了一部機 下一次著回來 它又會回到中間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 AutoBiless的功能 那你說可不可以 在400Lit最高的位置看呢 我覺得平時文書 真的不需要 就是影響不大 就是400Lit和500Lit 反正它都是AutoBiless 但是看一些YouTube上面 如果有HDR的片 就很明顯有分別 又或者是 我們就算用這個 Netbook Air也好 把那個光度調到最乾 那這個分別呢 跟它用AutoBiless 放在中間 分別都幾大 所以你日常用的時候 可以留意這個Biless 另外呢 日常用的時候 有幾個位置都幾好用的 就是 其實它這次的聲音 我覺得 我就沒有用過剛剛那一代的 MacBook Air 但是相比我之前 十三寸那部MacBook Pro 那個喇叭的聲音都大聲了 大聲了而已 你說是不是很有層次很漂亮呢 不是 但是整個output是大聲了 那有時候你需要大家分享 一起看一些片的時候 喇叭大聲是OK的 另外這次的鏡頭呢 雖然都是720p的HD鏡頭 但是呢 它是有做到個AI的處理的 那就是 那個顏色 對比度那些 那些呢 都撿過一下的 譬如你現在做zoom那些 那這個鏡頭出來的效果呢 都會拿 譬如你看看畫面 其實你會看到它很光亮的背景 看到嗎 是的 就是整個顏色 雖然那個解像度 你會看到它都是蒙的 但是呢 在那個補光啊 或者你現在看到 其實沒有下面的陰影位 其實你都看到很清楚 那那個鏡頭都叫做有進步 雖然 就不及你直接放一隻1080下去 我們覺得 但是比起之前 暗了灰了的 MacBook鏡頭呢 這次是 算是好了很多的 是的 那這個就是一些 基本功能上的分別 那另外一個很感動的位子呢 就是可以去那個screen那裏 是的 那我們裝了很多的 一些常用的app 那大部份 App好自己的app 當然已經是 做了UniVersal 就是轉了圖 包括Fundal Cut 或者是Page、Lumber、Keyword 就是這些iWork的app 那另外呢 就 這次比較好處就是 你可以裝一些iPad的app 譬如這個HoutagePlay 那這個呢 直接是裝iPad版的上去 那你在上面 你現在就模擬在iPhone的大小 比例又行 是的 或者有時候呢 我自己都會 去裝一些電子書的app 去看電子書的app 去看PCM做了些什麼 那這些電子書的app 其實Guno這些 你都可以這樣 裝iPad版上去 就可以直接看 那以前就不可能 就是我要專門買一部iPad來看電子書 那現在就不用了 那我的iPad都省了 那你會看到分別在於這個就是iPad版的解像度 那旁邊RTXK那個就是iPhone的解像度 那很視乎它下來的app是iPhone、iPad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去App Store裡面 那你會看到其實這個面頭 就是App Store是沒有大分別的 就是跟以前你一直在用Mac的那個App Store一樣 你看到那些都是一些Mac版的app來的 那但是你可以在那裡搜尋 比如你打iPad這樣 那你就會看到這裡就用Mac的app 相關foriPad的 或者直接是iPhone與iPad app 那你裡面就會看到一堆你上一堆的 在iPad、iPhone裡面用到的 那當然我打iPad是方便大家看的 那其實你可以打一些記憶 是你之前在用那個app的 我試過就 雖然未是百分之一百 所有app都會看到 都好看那個app developer upload的時候 有沒有按到Mac的那個option 有沒有up out 是有沒有up out up out有的話就會在那裡出現 所以就不是全部都有的 那但是如果它有up out的時候 就會放在那裡 沒有了 沒有了 是 那你可以在那裡裝到 那有一些其實 譬如我想iCable或者這些 你都會自己香港經常用的 一些app 那你就可以放在一部M1的Mac上面 當作iPhone或者iPad用 就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譬如RTHK 我就是好像以前當那個wetcher那樣放在那裡 一邊做事一邊看一些新聞 甚至乎聽到收音機都還可以 聽到很久 以前是要想辦法在網站 是啊 當時不是很想辦法的scape 不如有直播就在那裡看 我又不用開個browser來看 是不是 之前我是要開個browser來看 那現在不用了 小小過快 我旁邊可以繼續做事 甚至會大的努力去解決 是嗎 好 OK 是不是 好了 這些不要看不長 好 那就用了幾天 其實整件事滿意的 就是如果以7799的價錢來說 那放了之前那部MacBook 我都不是補很多錢而已 所以是OK的 那如果你說真的買貴的MacBook Pro 或者就是加option 會不會去到512啊 512G SSD啊 受到RAM 就視乎你的需要 不過我建議就是 如果你加得 就是你對工作的loading有要求的時候 就買MacBook Pro 買MacBook Air低配 基本配置呢 其實已經OK了 這個就是我的建議 當然如果你高配的MacBook Pro 和這個低配MacBook Air的價錢 就剛剛那個可以的了 說著 一部開兩部 所以都是你考慮清楚 但是你說高配MacBook Air 我就覺得有些不是很值得的 這樣 這個是用了幾天的那個 那這個想法啦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暫時就沒有問題 我會覺得 會覺得一下 有什麼工作的人是不能轉機的 有什麼工作呢 反而如果你有工作 而那個工作呢 是扔住了一些舊版的apps 反而真的不要轉機 譬如說著 舉例 譬如以我們公司為例 我們用著Google的 business的帳戶 那我們會用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有個Mac的一個工具 是給你開包袋拿的 Synchronize 那個工具是未支援M1的 直接是裝不了的 直接是未支援Big Surfer 應該要走 未支援 未支援 連Prosector都不行 是的 Prosector都不行 所以就裝不了下去 裝下去有機會炒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 譬如 如果你在一些外部公司 你要Printing的 你就看完Printing的支援 因為有一些Printing的Print Server 其實就沒有Big Sur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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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你也都裝不了下去 所以那個情況 如果你說 我換了一部機 那種情況開工用 你會卡在這裡 現在大家看到畫面上面 就是有一個網站 我覺得都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就叫做 IsAppleSiliconReady.com 是的 這個網址就打回這個名字 IsAppleSiliconReady.com 打回去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進去找回 它更新的軟件的名單 究竟這個名單裡面 有沒有你常用的軟件 而這個常用軟件 在現在這個時刻的支援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 我用了幾天 其實就 Chrome已經支援了 就是已經有Universal 有M1版 Microsoft Office 就說有Beta版 但是Beta版又不是各個會裝的 所以都是用無線Tattoo去先走 暫時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有些變得很難 但是你不覺得它更加慢 那最主要是第一次充電的時候 它做一個Migration 就要少許時間了 大概是十幾秒而已 就是不算很久 那之後其實就和正常用開 沒有什麼分別 Adobe那邊 Photoshop 2021 就更新了 這個Echoback Echoback Reader 就更新了 Echoback DC 就更新了 但也可以用的 是 常用的是這樣 譬如一些 我自己有安裝到iStat menu 就是看系統那些 iStat menu 都已經支援到M1 這條Support的了 我可以看看系統 另外就是遊戲那方面 網上可能大家會看到有些遊戲 可以玩到 那就是裝一個叫Cost Over的平台軟件 那就可以在上面 不需要裝Window的 直接行那個Window的遊戲 那這個我也要試了 下次可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行不行 或者個Performance是怎樣 雖然外國有人試了說OK的 那Panel Desktop好像還沒有 十六那個 十六的嘛 還沒有的 Panel和Echoback 都還沒有準備好 那現在就是用Cost Over 那Cost Over就是要給年費的 即是它有三個Plan 如果你上去看 就是one object 那那個就沒有upgrade 就是那個Version 就是那個Version 如果你有得upgrade 那個就是給年費的Version 那看你用哪個 如果你想試一下 其實可以用一次那個 那個最便宜的 好像五十多元美金 那如果打機呢 除了你 當然你說有些人 直接說我裝一些iPad App 上去打都不行 我裝了食雞上去都不行 食雞就沒有 那個iPad版就沒有放在這裡 那另外有些遊戲是可以裝下去的 例如iPad上面有些其他的很多遊戲 都可以裝到那個Mac上去玩 那玩法怎麼玩呢 當然你沒得touch screen 那但是呢 你就可以用藍牙呢 pair Xbox的手掣 那這個已經做到的了 你可以用Xbox的手掣呢 在M1的Mac上面呢 打遊戲的 那變相就是你那部M1的Mac 那個用途啊 或者可以用的app 其實多了很多 就是經過今次轉了CPU之後 就是轉了Apple Seroton之後 就是轉了Apple Seroton之後 那個選擇會多了很多 娛樂性也大了很多 那這個大家可以 就是 考不考慮換機的時候 就是可以多了很多 iPad版的遊戲的支援 就是可以多了很多 是啦 是啦 那這樣 有沒有問題呢 暫時我試了這麼多 就是那個感覺就開心的 就是部機又不熱又靜 又不是貴的這樣 那之前都有考慮過 啊究竟MacBook Pro好 還是買MacBook Air好呢 還是買Air 原因某程度上都不想 就是都知道是 這部機來說 都是當是玩具多了些 就是想試一下 究竟轉了M1之後 有多好玩呢 因為我 因為有了這部M1 其實就同一時間 我可以放棄了 不用用iPad的 就是之前用iPad 看一些eBook 那現在就是一部iPhone 加一部MacBook Air 那就搞定了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我的看法 這樣 如果大家有問題呢 之後都可以再問我們 或者你說想我們幫忙 試什麼東西啊 或者到你下去選機的時候 想要一些意見 都歡迎你們在這個Facebook這個片的下面 又或者是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這條片的下面留言 我們看到都會回答你 或者是準備下一次節目的時候 可以參考一下 在下次節目的時候 即時展示給你看 是的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 暫時來到這裡先 那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那就記得訂閱了 那我下個星期就這樣 再有別的東西去和大家玩的了 好 拜拜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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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